這個是習近平個人的風格 就是他的風格和路線都擺在那 因為他是上台以來不斷強調鬥爭 在他的大的路線方面講 他是絕對把中美矛盾 當成一個敵網矛盾 所以他的主線是鬥爭 所以當他要扳起臨孔來 底下他現在這個跟班們 底下做商業做外交的專業人員 也根本不敢動 所以他現在是習近平 他是這種變化 應該是一個判斷 就是習近平扶轉 就是面臨這個經濟危機 和國內的這個社會危機 他在內部想採取一些技術性的 策略性的調整 所以這樣的話呢 底下這些 其實中共內部的這個新美派 是很強大的 很多專業人士也看到 這個中美交往 對他們是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 所以只要習近平放軟這個身段 底下就會去非常積極的行動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習近平的主調是戰狼外交 但是他在目前這種情況底下 他知道經不起美國 歐洲日本所有民主國家同盟 對他的全面圍堵 所以他是也有突圍的 這個欲望在這個地方 去找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